今天下午四点钟 我开车来到了一个野湖来露营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打算在野外露营过夜 晚上我吃了烤肉 喝了点红酒 现在四周非常的安静 只有篝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坐在篝火旁实在是太舒服了 由于是第一次露营过夜 心中还是有一点小担心 为了安全性考虑呢 我还是临时更换了营地 选择了一个离居民楼近的地方 开始搭建帐篷 这个时候有一个电动充气泵 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我在收拾其他东西的时候呢 我的充气垫气也就充好了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半左右了 我的周围呢其实已经是非常暗了 为了方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营地周围的环境呢 我也是把相机的ISO提高了一些 你们看 我的帐篷前边呢是一片草坪 远处呢是一片树林 前边呢还有一些零星的一些灯火 晚上在这个地方露营 我躺在躺椅上 伴随着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真是太舒服了 给你们看一看 这是真实的一晚场景 你们喜欢吗 孤独在我们的人生中 无事不在 有时候树叶的沙沙声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盏灯光 也许只需要他们的陪伴 那这些呢 就能给我们莫大的慰藉 现在的时间呢是10点40 那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户外在外面过夜 那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累 那刚才呢我搭了帐篷 给那个充气垫呢充满 忙活了将近小一个小时啊 真把我累死了 虽然说呀我特别喜欢户外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户外我就是个新人一个新手 我的技术非常不熟练啊 那现在除了忙里忙外非常累之外 就是点亮灯以后 有非常多的蚊子和小飞蚱 还好我这个灯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发的个浮光吗 这也是个灭蚊灯 那据现在看啊 上面有很多的小飞蚱 所以说应该这个灯还是非常管用的 当然了今晚上我还是非常的兴奋 我也想体验一下 在户外过夜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其他的呢先不跟大家说了 我先好好体验一下 那咱们明早见吧 现在是早上的5点54分 我还在我的睡袋里边 刚醒 我昨天晚上把睡袋呢 因为我这个睡袋是可以完全拉开的 两边都是有这个拉链的 我可以把它全部的拉开 把它变成一个被子 因为那个啊 就是昨天晚上到现在最低的气温啊 我看了一下是16度 我原本以为我可能用不着睡袋 我晚上盖着它应该会太热 睡不着的 但是没想到把它变成被子以后呢 4点来钟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冷 所以说呢 我就把这个拉链给它拉上 我就钻到睡袋里边 钻到被袋里边以后呢 还是温度非常的舒适的 就感觉不到冷了 大家可以看看窗外的风景 调一下曝光 你看这都是我今天早上的战斗成果 我醒了以后 发现有好多蚂蚁 是昨天这个拉链啊 没有拉紧 所以说 我还是第一次出来这个露营过夜 还是没有经验 就大家如果出来露营啊 尤其是晚上过夜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拉链啊 你的帐篷啊 不要拉死 防止有小蚂蚁什么的爬进来 再一个就是啊 如果大家晚上出来露营过夜的话 帐篷最好是在白天呢搭起来 搭起来之后呢 就把这些拉链啊 都拉紧拉死 因为我是昨天晚上来的嘛 我昨天晚上搭帐篷的时候 已经是9点40了 我得开着灯来搭帐篷 那我一开灯呢 有很多的小飞虫 甚至是小蚊子啊什么的 搭帐篷的过程中呢 就会进到帐篷里边一些蚊子啊 虫子啊之类的 所以说尽量不要在晚上搭帐篷 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晚上来搭帐篷的话 在搭帐篷的时候啊 避免在帐篷里边有灯光 因为灯光会吸引非常多的蚊子啊 小飞虫过来 这就是昨天晚上 我露营这一夜的小感受吧 也算是个经验总结 好了 我准备起床了 去吃点东西 我们再会见